我在此一次留言,中五的領事會面 近日接觸到外國代表團的整體印象 今日中五和我一齊坐在旁邊的幾位領事 都有主要和我們談逃犯移交條例的問題 有一些基本上不是有很大的前設 是希望我們解釋逃犯條例 以及為何今天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另外也有領事提及 希望可能會否能夠我們盡量有一些機制 令到香港永久性居民會有多些保障措施 從而應該令這個草案順利通過 也都有領事表示 除了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外 會否都包括他們自己本國或者其他國家的逃犯呢 我覺得我今天中五的會面相對來說 大家是客觀的 是誠懇的 還有呢 是了解到現時 現在這件事呢 是由一個本質上 本來是一個法律的議題 是法律草案的議題 在香港我們自己應該可以自行 去大家進行辯論去討論的空間 在現在來講呢 已經演變成為一個政治的議題 成為國與國之間 他們呢 他們呢 是愛來講 甚至呢 就是中國與美國那個貿易的緊張關係 都可能涉獵在裡面 所以呢 相對來講呢 我也都很坦誠跟他們講呢 外國的官方的政府 如果要表達意見呢 是應該用他們應該了解 香港和中國和我們的國家 用恰當的方式去表達意見 而不是呢 是用過往幾個月 是很高調這樣介入 這樣只是會令到那個草案 適得其反 是令到我們可以討論的空間減少 我是很坦誠跟他們交流了這個意見 是由一個法律的議題演變了 其實現時來講 超越了法律議題 和草案議題的本質 是演變到 提高到一個政治的議題 第二呢 我亦都 近日亦都有見過 譬如在加拿大來的一些 國會的議員代表 其實我們都有很真誠地交流 譬如好像孟晚舟事件一樣 孟晚舟的事件 他們最後也都是 當我問及孟晚舟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都說 希望我們是要相信他們的法院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考慮到逃犯移交 他第一關一定是行政機構的 之後呢 其實都是一定交給法院 所以我亦都是向他們表達了 其實香港都是一個普通法體系的地方 當我們的法院 他要審訊逃犯移交的這些聆訊的時候 其實都是會用回普通法的原則 我們的法院 我們的司法系統 在國際上都是備受認可的 我自己本人也都有說 其實近日和政府的交流 都看到他們 在我們這麼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這件事是直上大會 大家都是希望爭取更多的時間 是政府可以直接把他們的講解 是向市民發佈的 那也都是我爭取不同的機會 比如在特首答問大會 都是提出當時有兩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就是觀察員的建議 那觀察員這個建議 就是有些領事都問 那可不可以除了香港永久性居民 都可以包括其他國家的逃犯 我說這個其實他們是可以提出的 如果我自己建議裏面 基本上就是我們是監察 我們如果決定要移送一個逃犯的時候 是我們這邊決定移交一方 是可以做到的事 可以是監察到移交的地方 當他真是以合乎司法的程序 我們認為的人權的標準去扣押和審訊 第二呢也都是大家在想著 如何在第一部分 譬如在特首提出要移交的審視不同的資料 譬如好像其他國家也是 如果簽了協議的話 其實就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了 但是這次因為我們 如果說是那個機制來講 據我所知道 他們今天其中有個領事都說 他們都是用這個機制 他們很多時候是沒有協議 就是授權給行政機構 每個個案去處理 跟我們現在是差不多的 我們都會嘗試去看看 會不會在第一步 即是說是給特首多一點的意見 或者他是可以徵詢一些熟悉 一個司法管轄區的一些專家 然後才決定是否啟動 這些都是一些可行的方案 都是可以在想的方案 我認為今天我中午 起碼我自己周圍的領事 我們的交流 是比較有建設性的 想問一下可否透露一下 有多少或是有哪個領事 表明了反對或支持港府去修禮 另外還有 剛才有說領事就表達 希望增加港力保障 可否說一下他們的理由是甚麼 就是希望外國政府去考慮 讓中國和香港的現況 他用適當的方式去考慮 我想我應該要說清楚 不好意思 其實那位領事的問題 並不是說對港人的保障 他說會否你們提供多些保障的機制 你們那個草案就可以容易通過 其實他問的時候都是友善的 我起碼今天中午我接觸的 就沒有跟我們說他是反對逃犯而交 你說對於現時在政治上出現的氣氛 有一些關注是會有的 這個其實剛才已經說了 其實這件事大家都不想 但是演變成為一個 似乎是外交政治角力的其中一個議題 也都可能有一些外國的政府去表達 他的意見的時候的方式 也都會引起適得其反的效果 所以我們其實都很願意跟他們 外國的代表團 大家去進行真誠的交流 我們也都表達了就是說 所以我們有想過一些額外的保護 可能是對於香港永久性居民 怎樣有觀察員 從而才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可不可以不僅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 和可以怎樣提出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我認為是很有建設性的問題 是可以令我們去探討 而我們在中午的討論 就不算是很政治性 只是反對 我就沒有聽到這樣的情況 我沒有遇到 從今天開始講 Frage 對於我們提出的 任何的博士都提出 公民的博士都提出 公民的博士都提出 請問問你為何這些人 都不敢有所公司 那他們應該不會有所做的 在我們過去的奖劃 I do not hear any view from the foreign councillor that they objecting the bill. Most of the views I have heard is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of course they attend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Hong Kong is now and that Hong Kong is now in the bill. I have heard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Hong Kong is now under a very controversial situation and why it has come to such a stage for such bill. We do have some candid sharing. I personally have explained to them that in fact the issue of extradition originated from a legal matter, a bill, a draft of our law. It has escalated, it has been escalated to a political issue, in particular when some foreign government officially, in a very high profile way, speak and criticise the issue or maybe criticising both the central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I think it stirred the reaction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to also put forward their position in a high profile way. I did share with them that I did see that from February to April, the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over the two months we managed, including our political party, we managed to successfully convince the government to withdraw nine offences, which basically are white-collar crimes, from the list,from the original list. and the situation,the atmosphere was much better before the foreign government spoken the issue and critici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 high profile way. Of course the situation got even worse when the US-China trade war has been deteriorating and the tension has become so high that the room left to us is smaller. so I I'm actually very very frankly share my view to this foreign council. I hope that if they have very good views,in fact we as well as I believ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so they are willing to hear. In particular I share one experience,in fact I met one of the foreign council in March and in April, and they did share to us that they would not speak out what they think in a high profile way, instead they were really communicating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y with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in their channel maybe also conveying their concern to central government. I think this is a good way,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but not just making it a political fight,and at the end the bill will suffer,now we suffer, we do not have enough time,like we have to jump over the bill committee. And the more they make it political,the less chance for us to make improvement. so I also share this view with them and I do see this councillor I have lunch today,they actually have that kind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y seem to be very sincere when they express their view to m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观看